由烧伤起泡叫水泡型伤伤 这个泡就表皮和真皮分离了 一个马上冲 叫冷疗 冷疗的目的可以用冰块冰水来复它 但是注意避免冻伤 还有一个流动的冷水 要冲洗半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呢 减轻起泡 如果起了泡 它会减轻它继续起泡 另外一点 就是及时有效的在冷疗以后 要用有效的砖科用药 把它包扎起来 一个加压包扎 它这样的话 可以把水泡减轻它继续起泡 和减轻疮面的肿胀程度 有效的增强它的愈合 缩短它的这个将来换药的这个次数 和延长它的时间 所以总而言之 对于水泡性的烫伤 我们一定要 及时的有效的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